复活 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 这里好像告诉我们说 复活这件事情 是一次震撼性的 对死亡的繁殖 我们也可以说 复活就是对死亡 一次压倒性的崛起 那为什么需要复活呢 记得耶稣有一次 因为看到一些亲人 为拉萨路过斥而悲伤 于是圣经说 耶稣哭了 耶稣为什么哭 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 对整个宇宙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 消极性的破坏力量 它几乎无所不在地 覆盖所有受造的存在 它带来什么呢 它是一种化身 化身为恐惧 化身为毁坏 化身为荒凉 腐朽和绝望 因为这样 耶稣对人的丧失 生命这件事情 不仅是哀痛 而且奋斗 因为这个力量 席卷了整个宇宙 但是我们如何 跟复活这件事情 可以连接上来 耶稣在受难 那个晚上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这句话保罗解开了 他说我们既在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就是说就肉身来讲 因为耶稣的坟墓空了 千万个坟墓 跟随他的人 他们的坟墓也要跟着空 他带领我们进入复活的境界 而这个复活不只是肉身 也指我们今生 在所有生命的负面经验当中 获得一个巨大的逆转 我们要进入这个复活 和他联合 这是一次压倒性的崛起 我们不可能回避死人的幽谷 但是在死人幽谷的尽头 我们一定会享有 那个得胜的演习 因为保罗说过这样的话 死啊 你的独钩在哪里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是 这就是我们的指望 让我们一起经历 在今生今世和永世里面 去经验那个复活 所带来的生命 巨大的逆转 那是我们生存的指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